HELLO 大家好 這是我期待E9的Amazon的刀 這把是Amazon的CQC7 CQC7是Navy Sealed用的刀 其中一把都很有名 這把都很有名 但這把真的等了很久 有時候我都不明白Amazon公司做什麼 好像經常都沒有貨出 好 先打開看看 CQC7相當很有名 這是新版 用S35做 大家知道他最喜歡用154CM 就是用了很久 近年他都是用現代的物料 加了Flipper的功能 很早期他第一把Flipper 就是那把Ship Dog 那把我都有領略過 那時候我覺得他做得不好 就是不要Flipper 那把東西很不爽 甚至那把刀歪 那這把呢 那這把呢 正中很多 就是正中很多 那這把是炭圖 很強勁的炭圖 怎麼這麼說呢 他的Angle是超級高的 因為他一邊是Flipper 整邊都Flipper 那這邊呢 嘩 幾十個面 幾十個面 那他有一個很大的面 然後再加一個再高一點角度的Angle 那由於他是單邊的 那就是Tressel Grind 單邊 所以他可以做高一點 因為這邊Flipper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加上那個角度 就是Total的Angle都仍然很低 就是他有作用的 他這個做法是有作用的 因為你按到Flipper 按到Flipper的時候 你容易摸 你只摸一邊可以 你摸一邊 這邊隨便 摸走那些Blur 那你可以有一個 所謂用得的刀鋒 那你當然不要要求 要儲刀 就是按到Flipper 的要求 跟我們日常 在家裡的要求是不同的 那他先看一下 他有什麼好東西 先看一下 欸! 刪到很順 不錯 開 順快 都很厲害 很爽 有做過的事 有研究過 按都很容易 起碼不會像Hindera Flipper不開 不知道怎樣Flipper 他這個很輕鬆 向下感 做得不錯 有進步 有進步 山都順 他不是只有鬆子 他是屬於順 有沒有啤鈴呢 這個應該有啤鈴 這個走啤鈴 這走啤鈴 啤鈴 還不是普通啤鈴 我一動就知道 不是普通啤鈴 是貴的 是GTC啤鈴 是GTC啤鈴 嘩!很順 這個還有Wave 還有Flipper 還有Wave 就是要勾的袋 勾的褲邊 打開 勾的褲都爛了 這個Wave Hook 原本 這個不是設計 來勾的褲袋 來開的 原本 原意 其實是 Navy Seal 那些人 當時 Emerson 只是幫他們做刀 當作兼職 當有一個朋友 幫他認識的 Navy Seal 有些Lock Stick 做刀 他就想到不同的花生 大家溝通 他們就說 不如加勾吧 後面用來擋刀 即背後可以隔刀 可以隔著人拔刀 誰知意外地 搞搞下 發現原來 可以用來做一個 開啤鈴 變成了 到現在 很多人都認識 很出名的 所謂的 Emerson Wave 這就是Emerson Wave的Hook 先彈一下 你知我一定彈Emerson 因為他的東西都很粗 關閉的時候又去位 關閉之後又去位 很明顯 是他的 Close Close的時候 然後呢 他應該是這邊 裡面 這裡的Lock Box 它是Line Lock 它有一個波 不知道大家看到 有一個波 那這個波應該是壓著 裡面 這裡有個洞 是一匹刀的 這裡 我懷疑他那個洞的Size 不是那麼好 看到那個洞嗎 看到了 看到一點點 露了一點點出來 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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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野外露出 誒誒誒誒誒 它應該是那個洞重大 那麼 凹球 是小型 所以你就 看到這裡 有點去位 這個才會彈 那這個會彈 我想它又不會掉出來 我試一下 我拿去鏡頭置 因為我怕是插插了兩枱 都進步 有進步 損不開 OK損不開 好大力損不開 因為以前 Ship Dog 損得開 以前的Retention是不夠力的 有進步了 但問題是這裡 小柱的洞開大了 用了粉末鋼有進步 Lock仍然有Amazon的傳統 跟Hindera傳統 刀不開 投訴他還要屌實力 這就是Hindera的傳統 Amazon的傳統是 新刀的Lock Stick很厲害 他應該開了Liner Lock 切完之後 還有Tank的Lock Face 其實他沒有更好看 即是他比較粗 即是他兩個面子撞起來就算了 他沒有說特意撿起來好一點 他沒有說撿起來好一點 還有他Lock Face很少 大家有留意到 因為以前是比較厚一點的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為了要 令到他那個 阻力不太大 還是什麼 就是在Unlock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他跟 Lock Bar Contact 就是這個正方形位 就是這個正方形位 就是這個正方形那麼多 不過你說會不會不安全 不會的 其實很坦白 不會那麼容易 嘗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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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因為如果有事 那些 其實這樣拍已經反了 即是試過的 然後某些 摺刀戒巨頭的刀 都是可以 出一些這樣的事 那免得說 有很多人還在買這個牌子 真的一拍就不即是整包反了 沒有 沒事 OK 但是有一點點 真的 就是兩個面的角度 還有他 他那裡應該是他那條邊 他撿得沒有 因為人家撿到是少少微微糊 兼最後那個角落頭的那個角 特意撿回頓少少 所以他上落的是順很多 但是 人家走軍用路線 Navy Sill Hardcore 這些我可以接受 OK的 Navy Sill來的 但他手指很大力 那他不是說 卡都動不了 因為以前我告訴你 他第一把做的Flipper Ship Dog 那Lock真的卡到 兩隻手指 這樣按就能夠開 所以這把是有少少 少少好輕微 卡一卡 這個已經有莫大進步 那再彈就 把刀鎖了之後 有少少動 即是鎖了之後 有少少動 這把刀鎖了 這個要看他了 即是用耐了 鎖了一條鎖鎖 鎖了一條鎖鎖 多一點點 不知道會不會實 一點點 但我感覺到輕微 這個在Liner Lock 的刀上 比較容易出現 Fraimelock 比較少 有少少左右的動 都可以 整體都很好 但你說要彈 我會彈 那些 G10 G10 仍然是很懶惰 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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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理由 因為就算手浸油 都不會覺得滑 因為真的很戒手 在最惡力的環境 剛剛摸完青台 上岸 Navy Shield 應該不會滑 因為他真的好戒 以我們這些 文職人員 我們 不是做限操縱的朋友 都會覺得 有些戒手 整體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進步了 比他最 早期剛剛開始 嘗試做Flipper 是有進步了 但還有很多小節 可以去 去 繼續提升 那 好吧 這個就是看到有進步 而不是那些 有些公司 你給你 極意見 那些不會理你 那 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 一件事 唉 不差 再來 看看 有什麼送 有貼紙 有貼紙 有貼紙送 它寫什麼 嘩 有名字 新的 以前還沒見過 它的名字叫 Famous in the worst places 哈哈 挺有趣 有些辦法 這句話 Famous in the worst places 當年 這個 那個 那個 是 拉燈 站在前 那個 Navy 是 帶著 CQC7 應該不是Flipper 應該不是Flipper 應該是 Non-Flipper version 是以前的 等等 是Warranty 這個是 Warranty 可以上去 Register 還有什麼 嘩 有衣服 很多 很多刀的牌子都有出 都有出 衣服 那些人很喜歡 T的 那些帽子 它是Amerson最出名 我小時候經常見到 最恨買就是 看到它那些 它Nive Comback 那些 那些 DVD 以前是錄影帶 那它確實是挺厲害的 那些 Ernest Emerson 就是它 它 抽不抽得 這個 不用不用 不容置疑 就是它只走出去的款 嚇死你 你看到 就是 馬上走 馬上殺了 不好意思 就算它現在 這麼大年紀 60幾70歲 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它 看一看 你都馬上 還有其他 你看到 它Karambus 很有名 它Karambus 很有名 當年小時候看那些DVD很開心 哇 它有兩把一起玩 玩到 玩到很飛 它是CQC7的系列 即是這把 大姿勢 很多 那 Ship Dog 這把 即是第一把 Flipper 我不知道它有新造的 應該有更改 因為我以前接觸 是它最早期 最早期的 剛剛 真的是第一批出的 那 Commander Commander Series 是它 非常出名的 一把 我小時候很想買 但是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有 哈哈哈哈 很多把 大中小很多把 以前 經常在 上環 那間 Cobra 看到 嘩 好想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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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 Amazon Commander 然後 老闆又串 是不是 Amazon Commander 真的 慘 喂 好 這把 Amazon CQC7 Flipper 介紹 到此為止 下次見 拜拜 好想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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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spent